夏季雨水多 这一大热天也就更多了 天热来上一口雪糕 那真的是太爽了 今年夏天您吃雪糕了吗 最近呢因为一段视频 一款售价66元的雪糕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那雪糕涨价这一话题 也再一次引发了普遍的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 网红雪糕定位高端 经典款雪糕提价 雪糕品类整体价格水涨船高 如今的雪糕市场 已经不再是老冰棍小布丁的天下了 一些网红雪糕成为消费新宠 雪糕也成为了 各类资本看好的新赛道 贵 稍微贵了一些 比去年明显的是贵了些 雪糕价格的话 近期的话是 交前几年是有所上涨的 你比如说这些大品牌 伊丽 猛牛 交前几年是有上涨 然后的话 其余的也有小幅的上涨 但是整体稳定 记者来到超市 走访了一圈冰棍发现 冰棍里并不像我们小时候 有很多经常吃的品牌 反而是像中雪糕 还有奥雪这种网红品牌比较多 那我们现在来问一下 旁边的这位老师 他是来买什么样的雪糕的 你好 想问一下 咱这是买什么品牌 雪糕是网红产品吗 网红产品 我倒是主要是看一看 因为主要太贵了 所以说 还是想看看主要传统的 传统的品牌 传统的你喜欢什么品牌 传统的像巴喜 什么河露雪 都还不错 我常吃常买的这种 记者调查发现 不少知名朋友表示 不太能接受 现在的网红雪糕的价格 还是会选择 咱们平时所熟知的 老牌雪糕 我不会选择网红产品 因为我觉得 还是适合自己的口味比较好 而且物品价廉 这种比较好一点 同时也有市民表示 愿意去尝试 现在新推出了一些网红雪糕 但是并不会天天去购买 如果从网上的时候 它有一些新推出来 大家都疯传 这个我也比较好奇 也想试试 但是就因为太贵了 所以不会经常 就偶尔感受一下就可以 虽然近期网红产品 占一定市场份额 但是整体的销售比较好的 还是以传统品牌 猛牛 伊利 高端点的像梦龙 这些品牌为主 这个网红产品的话 很多顾客的反应 就是看着比较新鲜 然后偶尔改善一下 自己的口味 然后去买 但是整个市场份额的话 它的占比不是很高 感叹高价雪糕之余 许多网友仍然怀念 那些平价雪糕 因为那些陪我们度过 漫长夏天的小布丁 苦咖啡 香芋 甜桶 火炬杯里 藏着回不去的时光和快乐